蜡新闻152 152 蜡新闻 欢迎你收看今天7月26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口 在我们进行台北市的市场选举 讲完展开MeToo 仿冒 吴思瑶刚才跟我们形容的是 根屁虫的战略的之前 要告诉大家的是台中 昨天的凌晨发生了两起枪劫案 结果台中市的警察局长 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 以及警政出身的台中市的副市长陈子敬 显然是涉嫌想要压这个新闻的报道 要不是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陈世凯 在脸书上首先公布的话 他们都还不承认 台中市警察局的理由是说因为主贤在逃 各位如果各位想到昨天晚上有一个枪劫案 在台中的大理潭子这一带 然后主贤在逃 很多的市民没有被事先警告 要防范有人躲到你家里面去 发生再度的伤害 那谁要负责任呢 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检讨 卢秀燕的台中市政府礼拜天发生了枪劫案 昨天又发生两起枪劫案 然后他自己居然还不动声色 同时要看的当然是蒋万安 昨天他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荣誉竞选团队的成员 由于这些人有的人已经退出政坛好久的时间 有的人因为丑闻而被逐出政坛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多次参选失败而被淘汰出政坛 可是居然昨天被蒋万安聘为了 他们在选举上面要去跟深蓝的选民来求票的团队成员吗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个叫做千岁 而蒋万安呢是一个万安店 他所请出来的这些人 好像古墓里的老龙女老龙男 到底怎么回事 各位观众朋友你认得潘卫刚吗 你认得李庆安吗 你认得蒋乃馨吗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他的背后秘心 为什么会有一个13000岁 13000岁出来是要抵制那个两个多月以来呢 在选战上毫无成果的蒋万安的铁三角团队吗 如果铁三角跟13000岁冲突起来的话 那蒋万安的选举岂不是变成了骑驴的父子 一下骑上去不好 一下下来也不好 那蒋万安到底有没有组建呢 选举都没有组建 将来当了市长可如何是好呢 同时陈时中呢 他跟议员的见面 虽然非常的热 但是今天总该是无事要在场 我们要请教的是 为什么英系的人马可以昨天抢头箱 今天排第二 而党部主委张茂南 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女儿的这个场子也排在前面 如果选举是当事人操盘手自私自利的话 这个选举恐怕需要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我们站在一个监督这个选战的立场上 要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阿中的选举呢 势如破竹 可是后面的隐忧 也需要各位观众朋友 你好好的来鞭策 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还要看的是 林志坚的这个论文案 已经被操作成一种临迟 甚至于未审先判案 这位叫做苏宏达的台大社科院的院长 他曾经涉及说谎言 他假冒他是一个外交官 他不肯承认 不肯道歉 一直到现在哦 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这个人 跟他所指控的抄袭论文的人有丑闻 他自己是不是有丑闻呢 这个是民进党操作政治吗 还是苏宏达 跟他的蓝营的同路人 要用罗知罪名的方式 把林志坚在台大国发所的 这个硕士学位呢 硬生生的加上了论文抄袭的罪名 我们也要跟各位来慢慢的 来解析这里面的内情 同时克文哲 他昨天晚上上了一个节目 讲了一大堆 那其中去编派了非常多别人的未来 他对黄珊珊还是充满了乐观之情 那黄珊珊到底怎么回事 而高鸿安他说那个是小狮子 将来会变大狮子 但是他说狗就不能变成狮子 那到底在克文哲的口里面 谁是他民众党里的狗呢 介绍来宾第一位是现在在新北市民进党 所提名的市议员的候选人 前台中市政府的新闻局局长 周冠廷 客户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资深媒体人邱碧玉 大家好 谢谢 好 现在我们请到的是 陈时中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现任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吴思瑶 客户姐好 大家好 欢迎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罗俊轩医师 客户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国民党今天我们请到的代表是 桃园的市议员黄建平 各位介绍大家平安 好 谢谢 政治评论家 吴朗东 各位介绍大家好 好 今天台中呢 他是在连续的三天之内呢 发生了三起枪劫案 但是这个所谓庆祭之都 在礼拜天发生枪劫案的时候 其实台中市的民进党的候选人 蔡启昌跟他的团队 就质疑了卢秀燕 因为卢秀燕的台中市 当然过去台中的所谓庆祭之都 确实是恶名 满天下 但是呢 卢秀燕当选市长之后呢 这一段时间以来 似乎治安上面没有改善 已经是众所皆知了 那他跟黑道之间的 所谓的延青标家族的关系 跟地方派系的关系 难免让人家觉得 你在治安上面是不是有投入 而更重要的是 他的台中市长蔡庄博 根本就是一个警戒人士 大家都知道 台中市的警察局长蔡昌博 警戒的高层都知道 蔡昌博是这个位置是来退休的 他有好好的来治理台中的治安吗 台中有一个副市长陈子敬 他还是警政出身的 怎么会搞到凌晨有一个 这个枪击案加另外一个枪击案 结果新闻封锁耶 台中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中国台中了吗 那陈世凯民进党的议员 偷了脸书之后 新闻媒体陆续报道 陆续去质问台中市政府 跟台中市警察局 他们才承认了耶 这个像话吗 我住的地方有枪击案 我的居民们居然不知道 有的人可能会想到 昨天晚上如果那个枪击主权 跑到他家门口 想要躲避怎么办呢 来看陈世凯所指控的这个 所谓压消息痴案 卢秀燕不需要出来讲清楚吗 26号凌晨大理街头 园警举枪大声喝斥 场景仿佛警匪电影 众枪男子痛苦趴地 一旁伤者父亲 不断喊着我儿子被开枪 精险场面眼前上眼 对面住户拿着手机 全程转播 语气中充满惊恐 案件发生在台中市大理区 一家洗车厂 疑似股东纠纷 爆发肢体冲突 一人左腿重担送衣 绿营议员脸书开炮 po上穿防弹背心 照片讽刺 是不是响压消息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全面封锁消息 难道你改善治安的方法 就是不让人民知道 不让媒体报道 不让明代来咨询吗 警方机理 这个开枪主席人在逃 所以没有主动来发布新闻 决定没有封锁消息的说法 三天内两起枪击案 绿营捡刀枪 猛攻台中的治安破口 枪声响起 已经变成枪声势起 卢市长 一点点办法都没有 你只会脸出震怒 从枪声响起到枪声势起 台中治安亮红灯 市警局硬起来威力扫荡 请教冠田 今天早上士凯第一时间发文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看到我 还在确认当中 我还问了好多人 到底真的假的 卢秀燕是主播出身 他还敢干这种事吗 他说台中市昨晚两度发生枪击案 市府跟警局全面封锁 深夜收到枪击案消息至今 原来是现场有民众拍到了枪击案的影片 而且还有人都拿到了报案单了 之后就传给了市议员 然后明代媒体都在关心 得不到市府回应 然后据传卢市府要跟市警局要求 要这个压下这个相关的讯息 因为他po了之后 所以媒体就去问了台中市警察局 跟台中市政府 他们承认有枪击案 后来我都说到影片 是民众他们爆料的影片 居然敢这样子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寇姐其实对于一个 曾经在台中市服务过 像我这样子的人 看到这个新闻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跟气愤 为什么会这样讲 在二十四号的时候 晚上九点多 在毯子的这间滷味摊 老板被几乎是行刑式的 直接被枪杀身亡 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被传到网络上之后 其实所有的民众都很紧张跟担心 尤其是事后 警察局也对外讲说 因为犯贤正在逃 可是市府跟警局 一直没有对外说明任何的讯息 在市隔一天多的时间 在二十六号凌晨 又发生一起 在洗车场 又有民众被开枪 简单来说 两天多的时间 一死一伤 一件在弹子 一件在大理 市台议员讲这件事情 最让大家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是台中市政府跟市警局 在一开始 竟然想要让这件事情 完全封锁消息 甚至市台议员掌握到的消息是 还跟各个所有可以沟通的对象 包含他们的警局 包含市府团队 告诉大家 一定要极力的把这个消息压下来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 你看台中市警局后来对外想法是说 因为犯贤正在逃 如果犯贤更正在逃 而且两个犯贤都是 两个枪手都在逃 而且已经造成一死一伤了 这种叫社会瞩目案件 我也当过警政记者 而且已经有影片 在行刑的相关的影片 流到网路上了 市府跟市警局要做的事情是 要安定民心 跟教授全台中市的人民 要保护好自己 完全没做 这个是最大最大问题 如果他逃走了 闯到民宅 民宅没有被告知 要有警戒的话 那怎么办 没错 所以这件事情 让人家生气在哪里 如果说不知道就算了 当网路上传的这个影片 大家非常紧张的时候 媒体询问台中市警局 媒体询问台中市新闻局 不回就是不回 不给消息 不给消息 沈士凯议员后来po了之后 他们终于受不了了 终于公布了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觉得在第一时间 态度是想把这件事情掩盖下来 这是最让人难过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要谈一下 说真的了 就是卢秀燕市长 他用人的问题嘛 蔡昌博局长 所有熟知警戒人都知道 他在2023年的1月要退休 他的任期剩几个月 任期剩四五个月 那他的心态 说真的过去这段时间 当然跟基层啊 跟什么都好像互动的都很好 可是他就比较不是一个 积极跟掌握有进度状况的人 为什么会说没有进度状况 一样是四凯议员 在2021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在台中市议会 也是掌握到一个枪击案 然后也是问说 为什么市府都没对外说明 警局没有对外说明 在11月的时候 大家知道四凯议员在议会 直询蔡昌博局长 已经发生枪击哦 蔡昌博局长跟副市长 陈子敬 居然现场 少爷 我们没接到这个通报 陈世凯院气炸了 我知道有枪击案 你们没对外说明 就算了 你居然连一个局长 连掌握都没掌握 我觉得这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 是卢秀燕市长的态度 有在市府服务过的伙伴都知道 市府里面 对于治安最重要的会议 叫治安汇报 他是由市长主持 所有相关的局处首长出席 警察局说的分局长 局长一字排开 每两个月举办一次 这是市长能够用这个正式的 治安汇报的会议 去检视过去两个月 所有的治安情形 那个会列到多细 会列到社会组乱件侦办情形 会列到过去这两个月的偷窃案多少 有多少抢劫 甚至有多少枪击 这些数字全部出来 市长主持用这个途径 告诉警局 我们的方线该怎么处理 我跟大家讲 卢萱市长就是最不重视 治安汇报的市长 卢萱市长到现在 总共今天三年多的任期 他应该要开二十一次治安汇报 他总共只出席 十次不到一半 我对照一下就好 林教王在当市长 他是几乎每一场都亲自出席 他是非常非常万一 非常紧急的清新 会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他才偶尔请假 一定是个位数 因为林教王市长 他当时一上任就是想说 他希望能够破除台中市 庆祭之都 是治安败坏地区的民意 所以他亲自主席治安汇报 我跟大家讲 这为什么有用 因为你市长重视了 局长就会重视 局长就不可能 他快要退休 就不理 就不理这些事情 社会的一些 关心的事情 他不能不面对 因为在治安汇报 就是一个各个分局长坐在那里 直接市长可以问 为什么这案子这样处理 他们要现场要报告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清楚 掌握 卢萱市长你重不重视治安吗 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在议会被问到不知道 发生重大阻碼案件 媒体在追 明天在追 不提供资讯 我觉得这是现在台中 为什么大家感觉到 治安好像又恶化了 我说真的 为什么我讲心痛 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 林教王市长 历任的警察局长 终于我们认为 好不容易 台中好像摆脱了 庆济之都 摆脱了治安败坏的城市 结果卢萱值这三年多 又全部都回去了